好 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预告 今天台北市长的这个电视辩论会 就要登场了下午两点钟 不要忘记锁定我们中天新闻的频道 那么就要来看到 根据这个Cnews汇流新闻网的调查发现 假设明天就是投票日了 会有多少人选择投给哪一位候选人呢 好 这边问题在这 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的话 根据这个民调结果显示 只有32.4%的市民决定选择投给蒋万安 有26.2%的人呢 要投给黄珊珊 23.2%要投给陈时中 那么也显示出蒋万安呢 是拉开了他和其他两位对手的一个差距 另外同一个民调当中呢 也问到这个问民众说 选民们你们最不支持 谁来担任台北市长呢 好 可以看到 这个有46.2%的人呢 表示最不支持陈时中来担任台北市长了 另外20.5%的人是不支持蒋万安的 黄珊珊呢只有6.2%不支持他 那么讲回到今天这一场电视辩论会上头 大家是如何应战呢 传出中广董事长赵绍康是亲自出马 来调教蒋万安 那么蒋万安是表示呢 都有邀请很多朋友来帮忙啦 那他自己呢就是把握行程的空档 来积极准备全力以赴 那么陈时中的部分呢 据说是有这个姚仁多拉林景昌来协助指导 而这个陈时中进选总部的总干事吴思瑶呢 就表示说其实有一点点替这个阿中小小紧张 不过他强调呢 因为陈时中是以礼服人 像是辩论会这样子的一个游戏规则 对陈时中来说呢 恐怕会比较吃亏一点 那么在黄珊珊的部分呢 传出是定调会以反映人民新生为主 那么以政策来论述 那么据说呢将会穿上白色的套装来应战 可能要显示说 他这个是没有颜色这个色彩的束缚 那么这个柯文哲呢 也送上一根完整的甘蔗 要预祝黄珊珊选情 就像是稻吃甘蔗一样越走越顺 好对于这一场辩论会呢 各界有不一样的分析 来看到像是立委李德维是表示 蒋万安啦陈时中啦 都不是这种炮火猛烈的个性 所以他预估辩论会的火花不大 反而是黄珊珊呢 会猛攻高端EUA的争议来巩固年轻选票 所以他直言陈时中 你要小心了 还有资深媒体人杨宪宏 他说呢 蒋万安跟陈时中要小心了 被黄珊珊修理 从过去呢 这两个人呢 蒋万安跟陈时中谈论市政的经验 最后都是被黄珊珊回击到 不敢讲了 这一次辩论呢 也许会想用蓝绿对决的议题 把黄珊珊给挤掉 好那么今天辩论会就要登场了 蓝绿白呢 当然是积极备战 蒋万安跟陈时中呢 今天没有任何的公开行程安排 要把握时间闭关来训练 黄珊珊则表示呢 她会以平常心来准备 那么根据这个TVBS民调显示呢 辩论会到底最看好谁的表现呢 目前呢 我得知的结果是 黄珊珊得到了25%民众的支持 会夺得第一 那么陈时中呢 则是只有14%的人认为 她辩论会有好表现 敬陪莫座 对此文化大学广告系的教授 纽泽勋就分析说 因为这个黄珊珊呢 她比较熟悉市政 所以优势比较大 蒋万安呢 则会主攻陈时中防疫 还有高端的议题 来营造蓝绿对决的一个氛围 那么陈时中只要可以在辩论当中 拿回她指挥官的人设 沉稳应战的话呢 至少可以稳住她的基本盘 北市选战撒卡都 积极为周六下午两点的辩论 展开密集训练 讲完找来徐晓星 洪梦凯以及学者模拟答辩 陈时中有着总统级智囊团 每天十小时备战 前两位几乎都闭关 取消公开行程 而黄珊珊则是有送处于幕僚 帮忙练兵 我平常心来准备 因为大部分的市政题目 我们应该都很熟悉 那其实也觉得说 这次难得有这样的一次机会 因为一直都是在隔空喊话 我觉得也不太合适 所以我们会以平常心的方式 呈现出我们想要告诉市民的话 悬战倒数22天 蓝绿白三组候选人 民调也逐渐拉开差距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民调 讲完支持度 百分之三四点三 陈时中百分之二十七点七 而黄珊珊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点四 不过若改成辩论表现谁最被看好 反而是由黄珊珊百分之二十五 夺得第一 讲完百分之十八 陈时中则是最不被看好 只有百分之十四 黄珊珊有着副市长经验 当然最被看好 不过也有高达百分之四十三的台北市民 无法判断 三强辩论 陈时中得面对蓝白夹攻 以及高端争议攻防 或许是担心自己表现不好 陈时中在脸书发文说 自己不是好变口若悬河的人 变才无碍或以言语修理 对方不是他追求的目标 媒体也预测 他是三人之中最不被看好的 先打预防针 就怕自己表现不好 明天的辩论会的过程中间 去重新找回指挥官的人设 去强调指挥官人设的一些重要的元素 沉着稳定抗压力强 或是足以应付危机的话 我觉得至少来讲的话 他能够稳住他自己本身的基本盘 他应该会希望能够争取同情 用他好像是被蒋万安 被那个黄珊珊 都两个人一起这样子 左右攻击他的方式 他是一个受害者的形象 陈时中预防针打好打满 但也不忘放冷剑 暗酸黄珊计身民众党 北市选战蓝绿白隔空口水战没有少过 三方却不曾实际交手 民调数据满天飞 究竟三强谁由谁列 辩论台上见真章 记者余嘉豪 也进行了台北市长的民调 蒋万安是以百分之三十四点三 位居第一 郭正亮表示 蒋万安有亡者形象 民进党的底 应该有二十五到三十之间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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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陈时中目前就是 看他有没有机会选超过三十 可是我认为他不会超过 你觉得有没有机会 超过三十当然有可能 可是不会上 我觉得当选大概会在四十一到四十三之间 那沈道老师认为蒋万安会冲到四十三 就是这次事实上没有很弱的人 比如说黄珊珊到最后可能也有二十几 那陈时中大概就是三十吧 他赢蒋万安本来就很高了 所以他没有归对现象 他事实上是在周一寇之乱内的时候 有一些中间选民气不住 跑过来支持蒋万安 然后还有就是蒋万 逐渐的那个气场出来的 他本来选的有点 就是这我也不会讲 就是没有 就是你要有那个霸气 那种从容自在 那现在也就是说 基本上开始有那个王者形象 那那个会吸引到一些选民 我觉得目前他是选得越来越有自信 然后他不太容易犯错 所以目前最稳的还是蒋万安 所以你觉得到此刻为止应该是胜负抵定了 我认为抵定了 抵定了 因为我跟你讲 因为陈时中的震胆盘如果已经撑到了82 那这药再往上真的非常困难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他呢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鸡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